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除能的一个作用 我们知道变压器是有着两组的线圈 L1、L2绕在同一个铁心上面 那么L1是一次测 我们绕N1杂 L2是二次测 我们绕N2杂 绕在同一个铁心上面 但是却没有实际的电气接触 所以它有隔离的作用 此外我们藉由N1跟N2杂的比例不同 我们也可以有不同的电压输出的一个状况 那么在这个变压器的下端 在反机式当中 我们看一下这个变压器下端 接了一个开关切换元件 利用这个开关切换元件的ON跟OFF的模式 我们可以达到一个直流电压准位的变换 其次我们再看回来变压器呢 在变压器这里 我们为什么叫做反持式或叫反机式呢 跟刚刚在我们之前的单元 讨论过的forward 也就所谓的正机式 差别在哪里呢 各位你看到这个地方的变压器 它的同名端接的是不一样的 一个接在上端 一个接在下端 它是不同的方向的 也就是两条线是互换的 所以基于这样 这个不同的一个反向的一个接线方式 所以我们称它为反机 或叫反持式 那么在这个电路当中 依旧我们根据开关切换元件的ON跟OFF呢 我们可以分成两个不同的状况 首先它在ON的时候呢 这是ON的时候 我们给一个讯号 让开关元件导通 所以各位可以看见 在变压器的下面 开关元件被一个短路 所取代了 输入的内压UD就直接加到我们变压器的一次测 UL1这个地方来 在UL1这里就形成了一个 我们在这里红色的正负的一个标志 那么这个红色正负的标志啊 电流的流向 就像我们这里的图形所示的 它是从我们的输入的电源端 供应给变压器的一次测 电流会缓慢性的上升 同样在一次测的变压器 变压器的一次测呢 有电源供应的时候 它就会在二次测 利用磁的感应 感应出一个电压 它的电压的符号 是我们图上所示的负端在上 而正端在下 因为我们的变压器是 易明的连接 这个时候呢 我们原来的flyback中间 右手边的输出电路部分的二极体呢 是一个反偏 反偏现象 所以它没有导通 没有导通 于是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断路的现象 这个时候 负载的电呢 是由原来已经储存能量的电容去做供应 这个电容会是上端为正 下端为负 对着负载r去做一些供电 这个时候的电源来自于储能元件 电容 在off的时候呢 各位可以看见在这个等效图当中 变压器的下端的开关 我们给了一个负的讯号 所以它没有导通 我们把电路变成一个断路现象 那么我们知道 在断路的现象之下呢 电感器都会有一个 突然断路之下 它会变成除能 把自己从除能元件呢 突然间变成一个电源 那么并且它的正负电压的符号 也会立刻的变换 所以我们看到在右手边的地方 n2杂 也就是次级的地方呢 这个时候它的电压 瞬间变成了上面为正 下面为负 跟刚刚在on的时候刚好颠倒 因为这个时候的变压器 它本身也是一个电感 它就像一个除能元件一样 要释放能量 因为它没有电源供应了 因为IGBT开关元件打开了 跟输入电源隔离了 这个时候除除端 n2这里的二极体呢 就因为电压正负电倒了 所以它顺向导通了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的电呢 是由变压器的二次侧 这些除能电感 向着我们的负载做供应 所以电流会是我们图形上 所示的一个流向 这是off的时候的状况 我们依旧把on跟off的时候 在除能电感器L 两端的电压做一个汇整 这是在on的时候的一个电压状况 跟我们过去的分析很接近 下面这个紫色的是off的时候 它的电感两端的一个电压状况 其中它的式子 分别是在上面跟下面 那我们利用稳态条件跟变压器的变比关系 由于变压器的一次侧跟二次侧 它其实有一个杂数比跟电流 会相等的一个变压器 基本定理的关系 变压器呢 初级也就所谓一次侧 它的所绕的线圈的杂数n1 跟所流过的电流i11 会等于它的二次侧的所绕的杂数n2 跟所流出的电流i21 这是变压器的基本定理 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公式 我们把刚刚这上面的这四个方框的式子 做一个统合 做一个汇整 我们可以得到这个uo的式子 这是一个flyback 反机式或者是反池式 最重要的电路的一个输出架构 输出公式 uo会等于n1分之n2的 1减d分之d的ud 其中的ud呢 是我们的输入电源的电压大小 而uo是我们所需要的输出电源的电压大小 很有趣的 各位你看到 这个地方不仅仅只是 1减d分之d的关系 各位你光看到1减d分之d 你就可以知道它是一个升降压 同时都可以达到的一个功用 你借由控制开关元件的duty cycle d 可以达到升降压 但此外呢 它在前面还成了一个n1分之n2 这个n1分之n2 代表那个变压器的一次测跟二次测 所以我们可以借由巧妙的设计 变压器的一次测跟二次测的绕线的杂数比例 也就是n1分之n2的比例 变压器 我们就可以同时拥有多组的输出 它可以不限单一组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5伏特的输入电源 可是我们同时需要一个9伏的输出 3伏的输出 12伏的输出 我们有三组输出的需要 那么我们可以装三个变压器 就可以分别接给三个不同的输出 这也是flyback的一个很重要优势 也是在现今商用市场上用到非常多的一个电路结构 flyback电路在目前的使用上其实相当的广泛 在商用的市场上 特别在于小瓦特数200瓦以下的开关电源当中 使用的非常非常的广泛 举凡需要用到隔离型的电路 我们通常第一个会去想到flyback电路 其次呢 它的优点在于它可以有变压器 所以它有一个隔离的作用 输入跟输出之间不会互相干扰 并且我们接多组变压器 我们就可以有多组不同的输出电压 这样子呢 可以有效的去做一个多电源环境的一个利用 在这个单元当中 我们为各位介绍了flyback反机或反持式变换电路 它在on跟off的模式之下 所应该有的现象 电流的流向 以及负载供电的一个状况 其次我们也分析了 它在输入跟输出之间的电源关系 藉由电感器的一个电流不能够有太大的变化 必须是一致的情况下 我们获得了它的输出跟输入之间的公式 我们发现它的输入输出之间 有一个变压器杂数比的关系 跟duty cycle的关系 协助我们在做升降压多组的变换跟利用上 有更优势的一个表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